第二個效果 除了黃營之外 你現在連藍營那群人都不相信你 首先簡單交代一下這件事是怎樣 林景南大家都知道是阿布泰的創辦人 他在2015年曾經做海關 然後發表了一些對政府的批評言論 之後就被人調查,被人起底,最後被人解僱 之後他自己做了一些生意 慢慢慢慢就開始搞了阿布泰 而最為人熟悉的就是 阿布泰在2020年 蜜春野肺炎爆發的時候 他就算是第一個 用一個比較便宜的價錢 又或者是正常的價錢 沒有用炒價去賣給香港人 主要是賣給一些醫護人員和海關 或一些紀律部隊優先可以賣 所以正點一位這件事 就令到很多人 當時就走去阿布泰那邊排隊買口罩 而亦都因為這件事 就令到阿布泰開始出名了 再去到後來 大家都不難發現 這位創辦人林景南 他就多次在社交平台上 發表了很多支持民主的言論 甚至是有意參選 令到大家對他的印象都很深刻 正正因為這樣 就令到阿布泰這間店舖 被打造成黃店 一間比較大型的連鎖黃店 而這件事為何會無緣無故 引起這麼大的爭議呢 其實早在2021年的時候 這一位阿布泰創辦人林景南 就被國安抓了 涉嫌顛覆國家罪 就抓了回去 自此之後 其實他就再沒有 如何更新社交平台上的資料 再去到後來 也是最近 他就正式宣佈 認罪 而且更加是轉為控方證人 混蛋 正正因為一個舉動 引來很多人就不滿 就罵 批評 就說他做嫌子 契弟 你認罪不要緊 但你為何要做控方證人呢 這件事是大家最關心的一個位置 所以正正因為這樣 最近就 個個都走出來吊 也是早幾天的事 他就在Facebook那裏 就出了個post 香港不能亂也亂不起 黃色經濟圈 就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阿布泰在此聲明 與黃色經濟圈不再有任何關係 而大家都可以看到 正正因為他出了這個post 其實他下面的comment 都是非常之恐怖的 給大家聽一下 白黃的仆街 這幾年 見得不少啦 不是你放棄香港人 現在是香港人放棄你 成一千幾個like 真是不得了 如果是錯誤 你會開這麼多間分店 哈哈哈 撐住 等我換了米券才好倒閉 多謝你給我看清楚你的真面目 市交彈啦 多謝你這個平台 給我認識到很多香港本店的新品牌 其實都很誇張的 他這個post都有成幾千個留言 他還要是被分享了一千次 所以這件事引來很大回響 那我就聽到坊間有很多人不斷傳 其實林景南他 他可能是被迫表態呀 被迫妥協呀 其實他是心底裏 都是我們的自己人呀 我們不應該叫他滿意被人分化 老實說我自己 我真的覺得 沒有必要去推測究竟他背後怎樣想 因為始終我們又不是當事人 我們又沒有跟當事人說過任何的話 他又沒有跟我們說過任何的東西 所以你這樣推測其實沒有意思的 簡單來說就只是 勾股而已 你問我呢 我真的不想了 我理得他是 同老人也好 不是同老人也好 我不會去猜渡這個問題 而我是會就住他的表態 他的行為 去作出一些回應 第一件事 老實說 你說要妥協 被迫表態 我覺得這個不是香港人那麼生氣 又或者放棄你的一個主因 我覺得這件事的最大問題是 你妥協之餘 還要做控方證人 去幫助控方 可能給一些有用的證據給他 去告一群受害者 被政治迫害的人 怎麼猜到原來食屎最厲害 老實說 所有的被政治迫害的人 大家所承受的痛苦 不能夠用不密去形容 大家的痛苦都是有的 都有一定的程度 但最起碼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底線就是 不會去做一個加害者 不會去做一個政權的加害者 去間接又好 直接又好 去傷害自己的同老人 這個是一個最基本的底線 現在這件事上面 我不理你背後有些什麼的 動機又好 原因都好 但你的而且確是做了這件事 你是做了控方的職人 雖然你還未上庭 我還未知道你說什麼 但單憑這個畫面 我只能夠說他就是 肉酸 有些人會說他辯護 其實你不可以這樣說的 始終他又被人拘捕了那麼久 我們應該要站在一個被捕者的角色 一個角度去想想這件事 的而且確 被人拘捕了那麼久 再加上有那麼多的政治壓力 又或者可能 家人 朋友的壓力關係 很有可能會影響你每一個的決定 我這個 這個 明白的 但你同時也要明白 不是單單只是你林景南一個人 有這個壓力 而是那群被捕的所有人 都有同樣的壓力 如果你真的單純 你說你頂不住這些壓力 而做一個加害者 我自己覺得是接受不了的 正正因為你做了這個舉動 是令到其他 本身受政治迫害的人 更加是被人打了一槌 而且是被以為同路的人 打了一槌 這下才是最拿命 最傷 到底之後他出庭說什麼 這個之後再討論 我就不再做那麼多評論 純粹是單憑你這個行為 就想告訴大家 為什麼你今天 令到那麼多香港人 對你那麼白門 OK 第二個我想說的就是 儘管你說你要做厭制 算了 我尊重你的決定 我不知道你背後有什麼原因 始終你說要想 我可以想到很極端 可能被人協詞 一定要這樣做表態 這件事純粹 交股 這件事就算了 你要做 也做了 對不對 而我想說的就是 既然你有這個決定 你就必須要承受 你今天所選擇的決定 所帶來的後果 到底是什麼後果呢 其實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 剛才大家看留言都看到 第一個後果就是 你會令到一群 黃營一直支持你的人 對你失去信心 而之後 就不會再支持你 甚至是抵制阿布泰 第二個後果 除了黃營之外 你現在是連藍營那群人都不相信你 你不要以為你自己表態 說到自己有多愛國 然後那群藍絲 真是抵制阿布泰 真是說要爆買阿布泰 不好意思 是沒有這個歌唱的 暫時不會光顧 一次不中百之不容 小心跟車太甜 有些說我絕對不相信阿布泰會突然愛國 我是不會原諒的 你走過來做什麼 人家叫你一隻黑屎 聽不聽到你 這些藍營那邊的留言 你都可以看到 即使你真的表態你說你愛國 但其實他們都未必真的 100%相信你 甚至是會立即去支持你 第三個後果就是 我看到上網有些更搞笑 有些說 林景蘭 就是想遲些有機會 得到阿爺的許可 就可以回大陸發展 到時是賺到FatFat 但是我想說 其實中國有一句說話說得很對 剛才有一位藍營師都說了 一次不中百次不容 就算你是現在突然間愛國 突然間效忠 他們拿走他們的鞋子 沒有用的 他們是會根據你以往的背景 經歷 看看你做過什麼 告訴你 共產黨是一想定不會相信這些人 是會看死你這些人 甚至是鄙視你這些字 即覺得你是廢柴 他們真的會有一種優越感 他們覺得 他們用自己的能力 去令到你臣服他 然後 在你的眼中 你只不過是一個奴才中的奴才 不要再說那些什麼翻譯發展 真的可以收平 還有就是 最近有一則新聞 就說阿寶泰有成五間的分店 就被人欠租金 就被人入份上 上法庭追討 好像成一百三十萬 單單從這一則新聞 大家都 大概可以知道 阿寶泰現在的經營狀況是怎樣 就是這樣 我想就著這件事 始終林景楠 他跟大家說 黃色經濟圈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首先 希望大家要明白 黃色經濟圈 這件事 原意就是 一來又可以支持一些 政治取代立場 相似的人 二來就是 其實這個黃色經濟圈 它是 最低限度的 一個反抗模式 你可以說 可能我明白有些人是看死這個反抗 又沒用又成 你要明白 每一個人能夠做到的事 都是不同的 最起碼這個 經濟圈 是令到 有些人可以用其他 用不同的方式去展現自己 對香港政府不滿的一面 你這個要知道 但是我想強調的就是 黃色經濟圈 是一定有問題的 其實不要說黃色經濟圈 藍色經濟圈 你本身一個自由市場 一個 香港經濟圈 每一個經濟圈都是有問題的 你起碼要認清這件事 更何況就是黃色經濟圈 一個 新興 沒有大台 沒有組織 是肯定有問題的 是有很多很多問題 我見到有很多人 都不斷說 黃色經濟圈 失敗了 什麼搞不定 怎樣也好 我只可以說 在一個長期被打壓的環境 在香港發展得越來越大 基本上就一定難上加難的了 失不失敗 這件事就真的不知道了 我暫時沒有辦法 這麼快判斷是不是失敗了 但是 我還看到有人堅持繼續做 有人堅持繼續做 就要繼續支持 是不是 直到真的沒有人去做 那就真的失敗了 正式收皮了 去到最後 他真的失敗了 真的失敗了 我覺得 又不需要覺得可惜 始終這件事 只是大家在2019年 可能有些人突然想出來的一個構思 然後現在正在實行 而已 關鍵是這個概念 這一場的運動 帶給香港人什麼啟示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 可能過了10年之後 香港又突然間再有多另一場的運動 又再搞多另一種的概念 是不是 可能叫做 海龍經濟圈 我不知道 又有另一種的新概念 那就 我覺得沒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進程 始終 你不能想到香港人 一來一做些事情就很厲害 很很計劃 是不是 就是這樣了 完 因為